没有了林郑英的钱小豪是不是真的不行 当年林郑英通过一部僵尸线上 一夜之间火遍了大江南北 也成为了大名鼎鼎的僵尸之父 与此同时当年和他搭档的几位演员 也大多都成为了圈内的大咖 无论是许冠英还是钱小豪 都在僵尸片领域里面有着属于自己独有的位置 再加上林郑英之后彻底转行走向了僵尸片市场 不但通过几部经典作品 彻底稳定了自己在圈内的位置 而且钱小豪可是成为了众所周知的林郑英接班人 很多人都非常看好他 认为以他的演技来说 想要顶替林郑英可以说得上是指日可该的事情 可是却没有想到在林郑英真的去世以后 被人看好的钱小豪却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当时的他也是满腔的热血 想要彻底接下自己师父的担子 可谁也没想到 钱小豪似乎天生就不是拍灵异类型电影的料子 在两年的时间内 他狂拍了十三部灵异片 但是却没有一部超过六分的 除了那些没有人看 连评分都没有办法上新的电影以外 最低的一部评分已经达到了3.1左右 很多的网友都在底下大骂 钱小豪这完全就是在蹭林郑英的热度 故意在拍烂片 钱小豪的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被称为林郑英接班人的 他为何贿赂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首先钱小豪接班的时间其实有着很大的问题 因为在林郑英去世以后 有不少人都表示了对他的哀悼 以及对僵尸片新市场的看好 尤其是在红金宝等大哥 彻底退出这个片子市场以后 钱小豪完全可以调大梁 将整个市场都彻底支撑起来 此时的他就会变成继林郑英以后 第二个能够拍好片的人 可是在2000年前 钱小豪却因为偷拍女性群体 彻底成为了娱乐圈中的众矢之地 虽然通过道歉解决了这件事情 但是钱小豪在圈内的口碑 却是一再得下滑 此时的他没有选择继续拍摄僵尸片 而是退出了一段时间 等到他再回来的时候 僵尸片市场早就已经被其他人抢占完了 再加上这类的片子有些过时 即使他在拍再多 可能也无法恢复当年的辉煌了 第二僵尸片电影市场迟迟无法回归 其实和一些过审的规则 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就像是钱小豪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 这也不能拍 那也不能拍 到最后所有的一切都要用科学能够解释 才能够给社会带来一种正能量的感觉 可越是这样 越会给他们这些创作者带来更多的难题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钱小豪的电影 已经失去了当年林郑英的那个感觉 再也拍不出原来的那种味道了 第三钱小豪疯狂拍剧 其实也是他无法拍好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圈内没有哪一个导演 会将一年的时间分成六七分 不停地进入各种各样的剧组拍摄烂片 就这个时间来看 可能连一个好的剧本都根本写不出来 钱小豪只是想要从观众这里捞钱 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做电影的初心 也难怪他拍不出好电影了 各位网友 你们是如何看待现代灵异片的呢